香港每個歌手都有一個希望 在紅館做一個歌唱 十年前我和葉麗儀已經開始有這個念頭 希望可以做商業的紅館 但因為無奈 申請了八次 我們都是不成功的 這次因為我要出一張慈善大碟 一個款項都是全部捐給奧比斯眼波議員 因為我本身自己的眼睛是有問題的 雖然我自己沒有意義 希望可以幫助一些有需要幫助的人 公司說既然你出了這張慈善CD 你今年剛好八十歲 已經唱了五十五年了 想不想休息一下 我想你也是 那就試一下 初初是想在文化中心 後來公司說既然你有這樣的願望 又打算推出這個樂壇 不如你申請紅館 這次很幸運 紅館真的給了 那說到告別樂壇 其實我的意思是不會再做樂壇 因為老實說年紀大了 而且2023年我一年內病了兩次 一次中招 一次中招後 身體沒有那麼快復原 然後那個叫做生蛇 生蛇 生蛇 2023年 2023年整年都覺得挺辛苦的 因為有些簽約後已經要做 不可以cancel 你帶著病也要上台 沒辦法 我覺得今年狀態是OK的 明年我又不知怎麽 又這麼大年紀 不如做一次 我覺得我自己入行 55年 其實我覺得頭十年 其實是在這裡學習的 在這裡不停增值自己 我覺得自己很好運 因為我在前面頭十年 是打樂壇生涯 我合到的樂隊 多數都是一些 樂隊友 多數都是一些 音樂的數碼很高的朋友 我學到很多東西 而且我個人 不是稱讚自己 我是很接受意見 我覺得別人說你 其實是塞牽入你的袋 別人說你不知道會怎麽改 到現在還是抱著這個心態 我也抱著這個心態 我覺得是學無止境的 沒有說怎麽叫做唱得最好的 那就是 一定會有人好 一定會有人好 嗯嗯 你是告別 你可能偶爾才會出來唱 會否怕自己不習慣 忘了那麼多年 我不會的 因為我 其實我很勤力的 就算我退休 我家裡我都會練歌的 哦 一向我都是 嗯 尤其是現在要準備紅館的演唱會 我每天起碼練三個小時 OK 不是就這麼合金一步 是簡直像做唱歌那樣唱 嗯 這樣保持一個最好的狀態 OK 才站上紅館 嗯 嗯 那你會不會有其他方便的打算 除了唱歌之外 就是之後 現在不想著 現在想著 最好是怎樣做好紅館的演唱會 之後再想 玩的事情之後再想 玩的事情 都是玩為主 是吧 可能會去旅行之類 是 那你實際上那隻眼睛 可能差一點 那隻眼睛就十歲已經開始有事了 十歲已經開始有事了 那時候會不會覺得 哦 為什麼我唱歌這麼好聽 但是哎 那天又 覺得我隻眼睛又不好這樣 我沒有想這件事 因為我是比較樂觀的 我是比較樂觀的 既然你的眼睛不好 就想辦法補救 沒有辦法的 這些是 自己也猜不到的 好的 但是你從來都沒有消極過 我沒有消極過 好像以前我 其實我起床的舞台上面 對眼對我的影響不是很大的 只是現在 譬如現在 只是在舞台上面 現在很流行的那些提詞戲 提歌詞戲 那些幫不了我 那些 通常如果以前我做的那些 比較少人的演唱會 是 我叫公司省下他們的錢 對我沒有用 弄到 都是白費的 那些一切 我不需要用 我全部歌詞記載入腦 全部記載入腦 其實這個是最大的 是的 讀書的時候也不要那麼勤力 唸書也不要那麼勤力 除了眼睛 從小到大也有些問題 阿彤哥你有沒有試過很大的病 有嗎 就是10歲那次 我想現在這種病可能已經沒有了 傷寒症 再加上一種病叫做星紅熱 不知道你有否聽過 星紅熱 那兩個病一起 傷寒症是甚麼 傷寒症是一種 一種 病 不知道是甚麼 傷寒症加星紅熱 其實就是發高笑 最初不知道 我媽媽那一代 就是沒有那麼盛 沒有現在的媽媽那麼盛 就是以為發辣燒仔 怎麽樣是大病的 發覺已經遲了 我記得我還有印象 因為那段時間太深刻了 我記得我睡了兩個月 起不了身 還有不可以吃有渣的東西 每天都是喝粥水 喝橙汁 或者喝葡萄糖水 這樣就丟著 就要丟著的命 丟著的命 我記得睡了兩個月在床上 好 後來 好時可以下床 要學行的 要學行的 腳軟了 睡了兩個月在床上 沒有去伸 就是要扶著走一段時間 才習慣回 OK 那你之後好完才可以上學 是呀 停了一個學年 根本起不了身 嗯 但是那個病就影響到眼睛 是啊 因為醫生說 初初我不知道是什麽事 我停了一個學年之後 我回學了 那時我是比較高大一點 很少的 那麼 窄檢的偏離坐得後一點 坐在後面 不怕遮住那些小朋友 但是發覺 現在看不清楚黑板 初初以為是近視 但又配不到 配不到眼鏡 很奇怪 變得越坐越前 終於要坐到第一行 不過要坐哪位 不可以遮住那些小朋友 要坐哪位 那麼後來就知道你的眼睛有問題 那麼就去檢查 去眼科檢查 他就說我原來 他說你那個發高燒的時候 可能是已經消滑了你的視覺神經 他說你已經很幸運了 如果再繼續燒下去 就燒上腦 用大劑的話 OK 他說你那種視覺神經的細胞 死了就不會再生 沒有了那麼多就沒有了那麼多 所以你的視力就開始弱了 就好像電筒不夠電 射不得魚 就是這樣 即是都不管熱病痛 都可以捱出一個人生出來 是 我覺得 我自己在這幾十年裏 其實是 我每十年我覺得自己都有一些運 比如那頭十年 我可以遇到一些很厲害的音樂人 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第二個十年就是唱電視劇主題曲 唱到小田、輝哥那些很漂亮的作品 而且有很多 第三個十年 我又唱到另外的亞視 另外的我來自潮州那些 有很多三角演藝 跟葉麗儀唱的楊家將那些 那些有很多 那麼去到第一、四個十年 就沒有那麼出的唱片 但是做了百多場的舞台劇 麗花王宮 麗花王宮 是的 做了百多場 還有第一次做了自己的歌唱 應該是2007年第一次的歌唱 雖然是比較小型 只是在文化中心裏做而已 但是第五個十年 又有機會出了一些發燒碟 發燒碟 一共跟風險、唱片都出了成 七至八張的發燒碟 我覺得每個十年 我都有一些運氣 那你有這麼多金曲 有哪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思 例如我的心思 會不會有什麼機靈 會不會有什麼機靈 我想是戲的人生 比較 我覺得 我相信這首歌 很多朋友都覺得是 在說自己的 即是你都認為自己真的是戲的人生 就是戲的人生如戲 戲的人生